菲律賓黑心公司釀船難 五千人混沌海底 菲律賓人天生就相當熱情友善 他們很會跳舞 也各個是灌籃高手 同時也相當試水性 所以世界大部分的水手 都來自菲律賓 我們最新的網站TOMO NEWS 為全世界最大和最大的故事 www.tomonews.net 不幸的是那些遏止的船運公司 是菲律賓人僅能依賴的海上交通工具 像是經常發生船難的土購集團 或是蘇皮西歐輪船公司 這兩間黑心公司的船上週五 才在菲律賓蘇海域相撞 五千條人命混沌海底 蘇皮西歐輪船公司 就是罪魁禍首 而土購集團背後 有黑心中國商人撐腰 才不管非國人民的生死咧 會發生這麼嚴重的船難 海巡人員多少要負起一點責任 他們知道如何開槍打死台灣漁民 卻對頻繁發生的船難問題袖手旁觀 除非有人願意收買他們 這樣的黑心船你敢做嗎 誰是船難的罪魁禍首 留言告訴我們吧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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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p 鈞 訂閱